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也是刚刚结束雨天的工作回来 现在准备卸妆睡觉 趁现在的功夫 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卸妆的事 大家不要看我平常出现活动 或者是拍戏 妆容都很轻薄 其实是通过化妆室的手法 还有不断的补妆 这些妆容会在我们脸上发的很牢靠 有的时候为了妆换效果 甚至还会用到油彩 或者是一些很难卸的美妆产品 为了给肌肤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不给化妆室添麻烦 就要认真做好卸妆和日常的基础补妇 其实对于我来说 日常最大的消耗品就是卸妆产品 那水类油类还有膏类的卸妆产品 我都有用过 所以在选卸妆产品这件事 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那对比下来呢 在面部大面积的卸妆上 我还是更喜欢油类的产品 因为用卸妆棉加卸妆水 反肤的材质皮肤 不仅会刺激皮肤 还会对肌肤的角质疼 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油类的产品 对肌肤的摩擦就会小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皮肤状态 来选择水类油类和膏类的产品 那我最近一直在用呢 就是这个 这是主本的卸妆油 它是我的国货产品 它解出来呢 是这种水感的质疑 没有那么粘稠 而且还很轻松 上脸呢 不会有那种濃烈的感觉 下肥用起来也不会有问题的 只需要轻轻按摩 就可以完全溶解彩妆 它的卸妆力度 就可以完全满足我的日常感觉 而且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它的乳化速度真的是惊讶到我 因为我一期的时间短很多 只需要加一点水 把它乳化 就真的很快这个速度 你看 现在的妆 已经掉了 还是那种很新鲜的甘鸡脆香 有个纯天然的植物精度凋配 毕竟是用在脸上的东西 安全性一定是第一保证 其实和大家一样 我也很怕 这个妆在脸上时间长 和闷地口的整动 但其实只要认真乳化 认真卸妆不常用 就会大大减少这种 闷豆闷地口的精度支撑 现在 把它洗掉 好了 我现在已经卸完了 看一下 现在非常干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也可以舒舒服 我就去睡觉了 这个课本的西方油 我就推荐给大家 下次见啊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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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